春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一些韭菜 韭菜又名撞羊草 韭菜的好处非常多 相信各位朋友都有所了解 春天的时候韭菜最为咸嫩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它吸足了很多养分 水分和养分都是非常充足的 口感也是相当的脆嫩 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 但是您知道吗 韭菜虽然非常好吃 但是千万不要只用清水清洗 如果只用清水清洗的话 相当于在吃农药 韭菜根部就是农药残留的重灾区 因为韭菜在增长的过程中会生虫 必须要用农药灌根才能把它杀死 韭菜该如何清洗呢 只要按照以下三种方法 清洗出来的韭菜特别干净 第一步 先用流水把韭菜冲洗一下 很多人喜欢拿到韭菜以后 就立刻用清水泡一下 这个方式是不可取的 春天的时候韭菜打的农药 有的容易水 有的不容易水 但是不管哪一种 都是可以被流水冲洗掉的 所以把水龙头开得最大 用流水冲洗掉一部分 这样可以基本上减少一般的农药残留 接下来进行第二步 取出一个干净的盆子 往里边倒入适量的军水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小苏打 再把韭菜放进来浸泡五分钟左右 一定要让水完全没过韭菜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小苏打超过50度就会被分解 所以浸泡的时候 一定要用冷水 千万不要用热水 水里边加入小苏打 水就会成弱碱性 常见的农药 大部分都是弱酸性 或者是酸性的 遇到碱性就会分解 因此 很多农药包装上都会标明 不能够与碱性农药一起使用 如果您家里边没有小苏打 可以加少量的食用碱 也能起到 让水变成碱性的效果 使用碱的用量 是小苏打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再用流水冲洗一遍 这样可以去除表面的碱味 这是韭菜里边的农药残留 几乎已经微乎其微了 第三步 切去韭菜的根部 把韭菜摆裂整齐 然后用刀 直接沿着根部这块 切掉两厘米左右 因为韭菜的根部 农药残留最多 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 尽量把这一块切掉 春天的韭菜 最适合做韭菜炒鸡蛋 但是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 韭菜总爱出水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来说一下 咱们先把韭菜切一下 切成小长段 切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取一个干净的碗 打入四根母鸡蛋 少加一点点盐增加底味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边加入适量的猪油 油烧热以后 再把鸡蛋液全都倒进来 鸡蛋液遇到热油开始凝固 等它表面凝固以后 像这样给它拨弄一下 把所有的蛋液都快速地炒发 全都粘结成块的时候 快速给它炒散 炒出香味的时候 烘干油捞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边少加一点点油 油热以后把韭菜倒进来 用大火开始翻炒 用大火炒40秒左右 就可以闻到韭菜的香味 往里边少加一点盐 再加适量的胡椒粉 大火继续翻炒20秒 再把提前炒好的鸡蛋 直接加进来 一起翻炒10秒钟左右 一道香蓬蓬的韭菜炒鸡蛋就做好了 新鲜的韭菜十分香嫩爽口 再让鸡蛋也是相当的好吃 这样一盘鸡蛋让人闻着都能食欲大增 想要韭菜炒鸡蛋炒的时候不出水 全程一定要用最大火去翻炒 而且盐一定要最后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妹娘的菜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